6月20日,在西北师范大学的教学楼前, 45名来自中亚地区的东干族留学生高高地抛弃学士帽, 在欢呼声中正式毕业。 四年前,来自哈萨克斯坦的留学生马志明对汉语一窍不通, 他为了学好汉语,通过一字一句地看中国电视剧, 大学四年又得到了老师和校友们的帮助, 如今已经能够自证腔圆地朗诵许多首诗歌, 在校内小有名气。 从一年级第二学期,我一直看中国电视剧, 通过电视剧我在学习一些词汇, 就是扩大词汇和怎么用这个词。 东干人是中国西北回名后裔, 历史上曾两次迁居后逐渐定居在中亚地区。 2013年9月,由国桥办资助, 每年招收一批东干族学生, 在西北师范大学完成汉语本科学历, 截止目前,连续6年, 累积280位东干族来到甘肃接受大学教育。 面对毕业后的生活, 不少毕业生都希望能够回国办汉语培训班, 或者到贸易公司当翻译, 发挥思路使者的桥梁作用。 我打算先回家就业, 就是找跟中国有关的工作, 比如说去一些贸易公司也可以当翻译, 如果有空的话也可以教几个学生汉语, 就是找几个学生给他们可以教汉语。 在当日举行的东干族留学生毕业典礼上, 西北师范大学校长刘仲奎说, 因为东干学生的到来, 东干语言文化便成了学校新的学科增长点。 目前,该校已与其他院校和科研机构 组建了东干族语言文化研究中心, 致力于通过学术研究的途径, 让越来越多的人走进东干族, 认识和理解东干文化。